第981章看一下你信吗 孤族三人看着木北手中的龙文光 孤族组长道必须落上他 你若在其中添加一些不轨之法 我等岂非为已 木北道是孤单加深 我的性命如今在你们手上握着 我敢这么做吗 孤族组长看着他 你若给我们种下不轨之法 便就有了制衡我等的手段 不是吗 木北道你若非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你觉得该怎么做吧 孤族组长看着他发个毒誓 我想想就天结是吧 木北孤族组长看着他 怎么不敢了 木北皱起眉头 对于修行者而言 天结是乃禁忌 你这未免有些太狠了吧 孤族组长道 你若行的端走的正 不搞小动作何拒之 木北沉默道好吧 他三指朝天 我木北对天发誓 若对孤族组长 孤族二爷和孤族三爷施不轨之法 便遭天结压顶雷伐横空 孤族组长满意的点了点头 不错 孤族二爷和孤族三爷微微一笑 还是大哥聪明 如此 可确保万无一失 孤族组长笑了笑 看向木北道 来吧 木北哼了声 将包含化雪服的龙闻光 落入对方体内 而后一葫芦画瓢 打入孤族二爷和孤族三爷体内 他给自己也落上一团 走吧 龙闻护体 四人瞬间踏出枯木林 顺利得很 孤族三爷看向木北 果然极善局域之道 厉害 是个人才 孤族组长和孤族二爷 也是点了点头 赞成这一点 离师之地是出了名的凶险 而方才那等局域 也是真的诡异 他们毫无办法 可在木北手上 却轻轻松松就给破了 木北道 过奖 只希望稍后救出你族老族后 你们能履行诺言 到了此时 其实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了 他能轻松干掉这三人 但 他暂时并不这么做 还有一个孤族老族呢 据说对方发现了一宗重宝 而能让孤族老族那等人物 认为是重宝的东西 必定不简单 而连那宗重宝一起取走 他与三人继续前行 大约一个时辰后 他与三人来到一方乱石谷 石谷外各种光运时不时显化 充斥着一股毁灭波动 俨然是一宗恐怖的禁欲杀局 在那石谷中 盘坐着一个金袍老者 老者气息极强 比孤族族长还强上一大截 此时 金袍老者睁开双眼 这一睁眼 直四一头猛虎苏醒 孤族三人喊道 老族 孤族老族与他们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三人身旁的墓北 他能解此地局域 孤族族长点了点头 他极善局域一道 更有天地种子加持己身 应该可以破解此地危局的 听着这话 孤族老族眼中顿时射出灼灼之光 天地种子 他有天地种子 孤族族长点头 孤族二爷道 放心老族 天地种子已为我族所有 稍后 他会交出来的 说着 他看向墓北 破解此地危局 救出我族老族 救出老族 你可活命 墓北直接走入乱石骨 而后 手心中凝聚龙闻 其中依旧是隐晦地 加上化学服 他对孤族老族道 落上他便可安全走出去 孤族老族看着龙闻光 而后定定地看着墓北 道 老夫不是很信你 你不像老实人 有一种阴险的感觉 墓北 这时 孤族族长微笑道 老族放心 我等已经置住了他 他不敢乱来的 说着 他看着墓北 你再发一个读试 记得 还是天结试 墓北心头呵呵笑 熟练地发了个天结试 孤族族长看着孤族老族道 老族 这下可安心了吧 孤族老族点了点头 天结试下 确实可以安心了 当下 他让墓北落上龙闻光 随后成功走出乱石骨 那龙闻光护体 隔绝了乱石骨外的毁灭局域 孤族族长三人笑起来 老族就出来了 这时 孤族二爷看向墓北 冷笑道 天地种子拿来吧 我们给你自裁的机会 墓北看着他 不是说 救出人后 你们只要天地种子 不杀我的吗 孤族二爷讥讽道 这你也信 不懂什么叫斩草除根 天真 在抵达这里前 他们已从墓北口中 问出了出去的安全路线 现在成功救出了老族 便就用不着墓北了 离有墓北带路护航 他们也能安全地 离开迷失之地 墓北呵呵一笑 他看着对方 随手捏印 直接激活此前 落入对方体内的化学服 顿时 孤族二爷聚颤 一下子摔倒在地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就见着 他浑身血肉急速变得通红 七窍齐齐朝外一雪 孤族族长等人脸色一变 老二 孤族三爷森寒的 钉向墓北 你做了什么 毫无疑问 老二此时的突变 绝对与墓北有关 两人直接抓向墓北 墓北捏印 两人体内的化学服 也发作起来 啊啊 两人惨叫 亮相着摔倒 七窍一血 孤族老祖双眼一立 盯着墓北道 你找死 轰 为敬大员满级的气势轰鸣 他抬手封进墓北四周 抓向墓北脖子 不过 就在下一刻 他剧烈一颤 也倒在地上抽搐起来 七窍一血 啊 他发出痛苦的叫声 墓北看着他们 好玩不 刺人惨叫 孤族族长惊怒交加地盯着墓北道 你 之前那玉树光内 你 你果真掺杂了不轨之法 该 该死 你可是发了天结式的 不怕被天结劈吗 墓北道 喜欢被雷劈 不行吗 孤族族长怒急 这时 孤族二爷争宁道 你 别忘了 你吃了我族的剧毒是骨丹 没有解药必死 现在 立刻给我们撤了鬼术 否则 你就等死吧 听着这话 孤族族长和孤族三爷面色稍微好看了一些 是骨丹 对了 还有是骨丹 此前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所有意外 他们给墓北服了这等超烈性毒药 他们还能以此单制衡墓北 最低也能保证生命安全 而若他们狠一些 气场足一些 是可以保证压制墓北的 能夺到天地种子 毕竟 墓北还年轻 墓北比他们更怕死 双方被彼此制约着 更怕死的那一方 更容易处在劣势 这时 墓北道 不好意思啊 忘记与你们说了 我万毒不侵 孤族二爷脸色一变 其他人也变色 万毒不侵 墓北竟然万毒不侵 此时 墓北轻轻抖印 催动化血服发作的更狠 顿时 此人发出了更加凄厉的惨叫 墓北适时压了压化血服 对孤族族长道 别说我不给你们活命机会 现在 回去将你族所有修炼资源 带来给我 我便放过你们 孤族族长面色一惊 所有修炼资源 墓北居然要他们 孤族所有的修炼资源 孤族二爷凶狂地盯着墓北 你做梦 我族的资源 怎可能全给你 不可能 墓北捏印 催动他体内的化血服剧烈发作 啊 孤族二爷发出凄厉的惨叫 而后 他体内的化血服绽放光芒 砰 他身躯炸开 血水泵溅 孤族族长等人大害 老二 墓北看着孤族族长 给 还是不给 孤族族长脸色难看到几点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发展到这般局面 这之前 墓北明明已是他们的阶下球 生与死都掌控在他们手中 然而现在 才没过多久 局面镜就完全掉转 他们成为了墓北的阶下球 甚至于 老二被杀了 他咬牙切齿 墓北看着他 咬什么牙 说话 化血服抖动 孤族族长顿时惨好起来 道 我给 给 人为刀族我为鱼肉 现在 他不得不屈服 不屈服会死的 墓北暂时停下化血服 看着他道 去吧 别耍什么花样 种入你们体内的化血服 只有我能解 我不解 你们会死得很惨 孤族族长咬牙离开 这时 墓北看向 孤族老祖 听说你在这里得到一宗重宝 是什么 孤族老祖顿时警惕起来 你问这个干什么 墓北道 我就看一下 你信吗 孤族老祖死死盯着他 你想抢抢 第982章 少说废话多做事 墓北道 不行 孤族老祖 张红了脸 你 墓北捏印 肿入对方体内的化血服 在爆发 啊 孤族老祖惨叫起来 墓北一脚将他踹翻 强行将他的那戒摘下 他神识探入其中 而后 双眼顿时亮起来 道元 对方的那戒中 居然有道元 而且 还是三团 他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意外大收获啊 这当就是孤族老祖 寻到的重宝了 三团道元啊 这意外收获真的是 幸福啊 他直接取出三团道元 在孤族老祖和孤族三爷愤怒的眼神 将之收入自己体内 爱养人在愤怒的同时 脸上也流露出震撼 孤族老祖道 你怎可能徒手 他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方才勉强将这三团道元收起来 无法炼化 可墓北 居然徒手抓出三团道元 将之吸入了体内 这怎么可能 墓北不理他们 时间流逝 不久后 孤族族长去而复返 递给墓北一枚纳戒 墓北神十一嫂 纳戒中是满满的修炼资源 宝兵灵药等应有尽有 其中 五维母十有二十多万块 他预估了下 足够他修炼到五维十六镜了 他再次笑起来 不错 这次的收获真不错 孤族族长攥着双手 咬牙切齿地看着他 我已按照你的要求做了 你该解数放人了吧 墓北点了点头 抬手捏印 孤族族长体内的化血服 顿时绽放无量血盲 孤族族长瞬间面露惊恐 你 砰 他肉身炸开 孤族老祖和孤族三爷聚颤 孤族三爷看着墓北 颠狂吼道 我们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啊 你为何还要如此 明明承诺过解数放人的 墓北吃笑道 斩草除根 不懂吗 天真 他捏印一阵 两人体内的化血服 绽放光芒 哼 哼 两人炸开 当场惨死 墓北收起几人的纳戒 随后 就在原地 他取出孤族的所有五维母十 修炼 很快 二十多万五维母十被他炼化完 他的修为如同预估的那般 抵达了五维十六境 握了握拳 他清晰感觉到了此时自己的强大 六维之下 应该能横着走了 以灵耀将当前境界淬炼了下 他走出迷失之地 走出迷失之地大概十来里后 一个中年突然出现在他前方 苍青阁主 苍青阁主冰冷地看着他 天地种子 你真的给了孤族 孤族带着墓北离开后 他不甘心 暗中跟了来 潜伏在迷失之地外 此时见着墓北独自出来 第一时间拦下墓北 墓北看着他 给了 有意见 苍青阁主脸上浮出怒容 盯着他争吟到 没用的废物 活着有什么意义 此吧 他猛一副袖 一记刀光瞬间斩向墓北头颅 顷刻极致 不过 这道刀光却在墓北跟前停下 被墓北自然而然交织在外的气息挡住了 苍青阁主面色微惊 刚想说什么 墓北跟前的刀光积射而回 刀光鞋带上了一缕剑威 扑斥一声将他腹部贯穿 这之后 余威力道更是拖着他横飞十几丈 狠狠撞在一株大幕上 他艰难地站起身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墓北 你怎 墓北随意挥手 两道金色剑气滑过 将他双腿瞬间斩下 啊 苍青阁主发出惨叫 狼狈至极地摔倒在地 脸上更是浮出惊恐 一天前 面对他还无能为力的墓北 怎突然变得这般恐怖了 这怎么可能 发生了什么 这时 墓北看着他 好玩不 苍青阁主又惊又恐又怒 你 墓北挥手 一道金色剑气击斩而过 扑斥一声将他脑袋砍下 随手一挥 他将对方的那戒收起来 头也不回地离去 不久后 他来到苍青阁 阁主亲自出手 必定载掉那小杂毛 成功将天地种子带回 自然是如此 那等珍宝 可不是一个小杂毛有资格掌控 落入我苍青阁事理所应当之事 苍青阁外 几个门徒冷笑连连 下一刻 一片剑气扫过 扑扑扑 鸡人脑袋飞起来 墓北大摇大摆地走入苍青阁 如此动静 自然引起苍青阁所有人注意 很快 包括苍青阁高层在内 所有人冲出来 后 所有人第一时间认出墓北 大长老道 你怎么会来这里 阁主亲自去镇压墓北了 墓北怎会来到这里 墓北懒得搭理 自顾自走向这一脉的藏宝库 大长老面色一凝 墓北竟如闲停散步搬走 在他们苍青阁内 对他的话如若未闻 找死 刷 他瞬间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墓北跟前 施胶爪扣向墓北脖子 然而 才刚动手 一道剑气落在他眉心 扑斥一声贯穿而过 众人大害 大长老 不为十六镜的大长老 居然被顺杀了 纵是几个高层也惊悚 被这一幕吓到 下一刻 二长老面色一狠 喝道 寄我宗底运杀器 何力将他斩 话还没说完 一道金色剑气落在他脖子上 扑 他脑袋飞起 众人大颤 二长老也死了 也被秒杀 墓北这战力太恐怖了 近乎无敌啊 阁主 难道也被 有门徒发抖 这么看 他们的阁主 怕是被杀了啊 一时间 所有人惊恐起来 彻底没人敢反抗了 会死的 墓北轻松穿行于苍青阁 很快将所有修炼资源收起 其中 五维母时有十几万 比不上孤族 但也不算少 他走出苍青阁 不久后来到墓门 以催枯拉朽的姿态 将墓门的修炼资源 全部收走 墓门的五维母时 也有十几万 以苍青阁和墓门的五维母时 他将修为提升到了 五维十七镜 只差一点 五维镜便大圆满了 他预估了下 大概还需要 五十万的五维母时 想一想 对于现在的他 这个数字貌似不太难了 嘿嘿一笑 他招五维大路中部驱而去 于一天后来到一座城池 果围城 果围大路上最大的城池 城内来往的都是强者 他走入城中 时一走入城中 便是有一道道目光落在他身上 这些目光充满了贪婪 他笑了笑 悠闲地走在城内 来后 落在他身上的目光越来越多 大概半个时辰后 一群身着甲咒的人将他拦下 第983章无敌的感觉真好 这群甲咒修时都是强者 修为最低的都在五维十三镜 足足十七人 为首的中年统领看着墓北 有人举报你很危险 恐会威胁此城安宁 为此 城主大人要亲自盘问 随我们走一趟 墓北点了点头 好 中年统领目光围动 没想到墓北竟会这般配合 不过 墓北既然配合 倒也很省事 走吧 他在前面领路 以眼神示意其他甲咒武士 让他们严加戒备 防止墓北中途逃走 墓北但笑 很快 他随中年统领来到城主府大殿 大殿上 一袭赤袍的城主已在等着他 背负着双手 此人旁边站着个中年美妇 中年统领这时冷然一笑 朝两人抱拳道 城主 尊夫人 带回来了 墓北来到大殿 自顾自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众人看得一愣 中年统领面色一冷 小东西 你倒是很不客气啊 刚说完 一道金色剑气落在他脖子上 扑吃一声将他脑袋斩下来 城主微微眯起双眼 刚想说什么 墓北道 把你城主府的所有资源拿出来 我掉头就走 这些人的目的 他太清楚了 也就懒得与这些人废话什么 中年美妇冰冷道 此道临头 还敢如此猖狂 着实是不知 墓北弹指 一道金色剑气击射而出 瞬间将对方脑袋斩下 城主变色 目自欲裂 夫人 他获得看向墓北 面孔变得猙獰起来 双眼一片通红 你该死 轰 五位十八镜的神能瞬间汹涌而出 下一刻 他踏到墓北跟前 一拳轰出 不过 才刚抬起拳头 一道金色剑气便是划过他的脖子 将他脑袋斩下来 所有人大害 放在五围大路上 城主的实力足以排进前三 如今却被秒杀了 这时 墓北看向带他回来的那些武士 去将城主府的所有资源收起来给我 其中一个武士道 你想 一道剑气划过 斩下这人脑袋 墓北看向其他武士 少说废话多做事 懂 所有武士惊悚 这一下 他们不敢有任何废话了 第一时间按照墓北的画作 实在是 墓北动手太果决太狠了 且 墓北的战力也是真的吓到了他们 太恐怖了 简直就是无敌啊 很快 这些武士取来城主府的所有资源 装在一枚纳戒中地给墓北 墓北神石探入一扫 五围母时有着三十万块 不错不错 他微微一笑 不愧是五围第一城的主人 五围母时的收藏居然有这么多 他换来两个武士 道 你们送我出城主府 送出去后 主动道 一下是你们搞错了 让我之后在城中安分守己 懂 他还得继续钓鱼 凑五围母时 为此 走出城主府时 得释放一个信号 城主府是真的在确定 他是否要祸害此城 没有夺取他的天地种子 得让鱼儿们知道 鱼儿还在 两个武士连忙点头 这个时候 他们不敢问为什么 怕被杀 墓北起身朝外走 两个武士跟上 很快 三人走出城主府 其中一个武士连忙 按墓北的要求道 这次是我们搞错了 记得 之后在城中安分守己点 说完 两个武士便退回城主府 墓北但笑 他继续在城中闲逛 大概两个时辰后 他走出武围城 很快离开了书十里 这时 他停下来 道 都出来吧 这话落下 很快 一个个修士显露出身形 二十多人 这二十多人 最弱的都在武围十七境 其中 一个武围十八境的老者 盯着他 你故意赢我们 墓北道 重要吗 老者冷亨 确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天地种子 把天地种子拿 话还没说完 一道金色剑气点在他眉心 老者脸色大变 一动也不敢动了 额头上更是有冷汗浮出 他可以肯定 只要他敢动一下 头颅就会被贯穿 他惊悚地看着墓北 你 墓北知道这人 道 千足老祖 你有点价值 暂时可以不死 他看向其他人 这些人早已变色 面带心迹 实在是 一个武围十八境的强者 瞬间被制住 这实力太过害人 这时 一个持拐老者上前一步 手中拐杖绽放乌光 弥漫出武围十八境的神能 他盯着墓北 对其他修士道 当时天地种子 让他有了极强战力 但 他终究只是一个人 我等何力 先将 墓北看向他 一道金色剑气急速斩制 瞬间将他脑袋斩下 我知道你 你是散修 散修来凑什么热闹 其他人彻底惊悚了 这一下真切看出了墓北的恐怖 一个个掉头就跑 这哪里能是对手 绝对斗不过的 不过 刚一动 便被一股强大剑 威压制的难以动弹 墓北看着这些人 是大家族和大教高层的 并且族内教中 有五维母师储备的 说一声 这话落下 其中几人连忙开口道 出自己身份 都是一些大家族大教的高层 族中都有五维母师储备 墓北看向其他人 你们呢 这些人发抖 其中一人道 我们虽是散修 但 扑 剑威一抖 这人炸开 以后 其他人相继被震碎 化作雪雾 他看向剩下的九人 这些人都是大教和大家族高层 传讯你们的家族教派 让他们带着所有五维母师来熟人 否则后果自负 这些人不敢犹豫 第一时间传出熟人讯息 没过多久 这些大家族大教的代表便是来了 不敢反抗 乖乖献上所有五维母师 墓北一扫 合起来有九十多万 他满意一笑 不错 够他修炼到五维静大圆满了 无敌的感觉真好啊 他腾空远去 不久后 他炼化掉五十六万五维母师 修为抵达五维静大圆满 体内有了十八道五维宝印 随后 他将这些五维宝印与血肉神魂融合 另几身气息在一个次大提升 这时 黑麒麟道 可以冲击六维了 墓北道 暂时不急 他还有一些事要做 第984章十二维内无敌 五维有一些故人朋友 冲击六维前 墓北想一一探望一番 就在这天 他离开五维大陆 不久后回到紫园学院 燕三物和燕悠悠第一时间迎出来 燕三物道 小子 怎这么快就回来了 从墓北离开紫园学院到现在 大概也就三个月而已 墓北道 五维无敌了 外面已经没有对手 他叹了口气 无敌相当的寂寞啊 燕三物 燕悠悠 燕三物道 咱能不吹牛步 这才过去三个月 就无敌了 墓北黑黑一笑 气息一展 顿时 整个紫园学院被笼罩在一股恐怖气息中 这等气息之强 令苍穹为之抖动 星辰差点坠落下来 燕三物和燕悠悠面露惊悚 被这气息压得踹不过气来 燕三物急声道 信了信了 收起你的气势 墓北收起气势 燕三物拍了拍胸口 半想后才回过神来 你小子 真是 燕悠悠道 厉害 短短三个月不到 墓北居然已经强到了这般地步 太可怕了 墓北哈哈一笑 将前休期后的五维静等式告诉两人 送给他们一宗高阶功法和一些修炼资源 这对爷孙对他还是不错的 燕三物双眼放光 向墓北道谢 墓北送他们的东西 价值太大了 且 他也吃惊 没想到前休期后居然还有一个五维静 这时 燕悠悠问道 接下来 你要去冲击六维吗 以墓北如今的实力 以墓北的性格 他猜测 墓北一定会去冲击六维 墓北道 会去 但不是现在 燕悠悠道 冲击六维时要万分小心 古往今来倒在六维路上的顶尖强者非常多 墓北点了点头 这天 他离开紫园学院 不久后回到奎兴 在这奎兴上 他曾加入苍剑宗 剑宗宗主墓百生 还有墓青丝 妇女俩对他也是很好的 这是他来五维后 第一个加入的宗门 不知宗主和青丝师姐他们在哪里 当初 因为他天地种子的事 剑宗众人隐世起来 而这隐世的位置 他不知道 不过 这倒也难不倒他 以他如今的修为 要在一颗固定星辰上找出一群人 并非什么难题 很快 他便在一片非常偏远的山群中 找到了剑宗众人 见到了穆百生和穆青丝等人 见穆北找到这里 穆百生和穆青丝等人先是一惊 而后诧异 你怎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找到我们的 穆北离开奎兴 可是并没有过去太久的 而他们这个位置也是足够隐蔽 穆北是如何找到的 穆北黑黑一笑 道 五为无敌了 所以我回来了 因为无敌 找到你们也不难 见踪众人 穆百生道 小伙子 我知道你很妖孽 但这么快就五为无敌 是不是有点过了 穆北气息一展 棒驳气势令苍穹咬颤 害人至极 这一下 穆百生等人不再怀疑了 穆北展现出的气势 实在有些恐怖 穆青丝叹了口气 你这晋升速度 实在是 他有些说不出话来了 这太过去多久啊 穆北居然就达到了这等高度 简直是不讲道理 穆北哈哈一笑 这天 他与穆百生等人回到建宗 现在 建宗没必要避世了 建宗教旨破损了一些 俨然 此前有过不少人来到这里 向抓建宗众人牵制他 穆百生叹道 隐士是很明智的选择啊 穆北道 是我拖累了大家 穆百生拍了拍他肩膀 我建宗乃一整体 一容俱容一损俱损 不要说这些话 穆北笑了笑 他和穆百生等人一起 将建宗修补了一下 以后 这天 他亲自动手 为建宗刻画出一座新的护交大阵 以他如今修为所刻的护交大阵 就算五为十八镜的强者 那也是能顺杀的 接下来 他告诉穆百生等人 关于前修期后的事 取出一大堆修炼资源交给穆百生 不论修行天赋的情况下 这些修炼资源 足够建宗培养出很多 五为十八镜的修行者了 且 这里面还有顶尖级的五为宝兵 有几宗底蕴大杀器 足以震慑五为十八镜的修饰 秦堂长老田华看着穆北 你真的是难以想象 穆百生哈哈大笑 老田 我就说吧 他日 他一定会威震五为 而我建宗 能跟着情志巅峰 现在 以穆北赠送的东西 这五为有哪个教派家族能奈何得了他们 没有 虽然他们的修为没有跟上来 但穆北送的手段却是极强 说到这里 穆百生便又兴奋起来 直接就朝穆北张开双手 来来来 抱一个 穆北一脸嫌弃的后退 要抱让青丝师姐代替你 混沌葫芦事实飞出来 朝着穆青丝蹦打 暖床暖床暖床 穆青丝瞬间翘脸红透 穆北一巴掌将混沌葫芦拍回那戒中 而后 他看着穆青丝 对了师姐 说个正事 我曾答应一位前辈 帮他立一个教 但 我没有时间打理 日后 这大教由你管理可好 他曾答应一个老者 众力悬眼大教 如今 他在五围的实力已然无敌 此事可以做了 穆青丝道 自然没问题 穆北哈哈一笑 多谢师姐 此前寻找建宗众人时 他已选好一个和氏地址 很快 在穆青丝和建宗众人的帮助下 他立起悬眼大教 将悬眼大教的传承古经课写出来 交与穆青丝去传给和氏的弟子门徒 你是准备去冲击六围吗 穆青丝问他 穆北点了点头 修行路很长 他已走到五围最高点 自然是要继续朝上走的 他与穆青丝等人短暂的相聚 而后便离开了奎兴 回到四围天地 回到四围天地后 他第一时间来到永仙宫 穆依依 景严 苏青与和孟初吟 他们都在这里 他与他们在聚 发现 小黑狐狸也在这里了 被四女找到 带来了永仙宫修炼 小狐狸看着穆北感慨道 没想到啊 这么短的时间 你竟与五围都无敌了 他是真的震撼 穆北的修行天赋太恐怖了 这浩瀚天地 有些人是为了变得强大而修行 有些人是为了获得永生修行 他们在竭尽全力的契合修行一道 哎 穆北 他的修行 就好像是 修行一道就是为他而准备的 穆北哈哈一笑 莫惊莫惊 就是常规操作 常规操作而已 小狐狸点了点头 到脸皮也是越来越厚了 应该在十二维度内都算无敌了 穆北 穆依依四女眼嘴偷笑 这天 穆北送给他们和小狐狸足够的修炼资源 而后来到真幽宫 真幽宫 红颜曾经带过的地方 不知他在十二维如今如何了 他轻语 十二维啊 真的好远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十二维 未知之地 一个娇媚女子盘息于一片纯净保持 身上的气息深邃到极点 不可估量 这时 女子看着池面 池面显出一个年轻男子的身影 我想去找你的 为你带去很多修炼资源 可有个声音告诉我 不可这般帮你 女子轻语 她面揉似水 下一刻站起身来 走出保持 外面 仙宫神殿横城 几个老玉 一群中年女修 一群年轻女修 她们站在一起 各个气势非凡 女子道 那条路 确认了 几个老玉点头 其中一人道 应是那位灵性天地所留 女子点了点头 她隔空看向下围 下一刻光辉一闪 带着所有人瞬间消失 第985章师父救命 四围天地 墓被留给真幽公一些宝物和修炼资源 随后离开 带着墓依依和景颜她们 她先后去找了自己在四围天地的所有故人朋友 依依送出一些资源宝物 而后 她来到四围星空中的一座武装 曾与舒凡一起带过的地方 武装显得空荡荡的 没有人回来过的迹象 这丫头 究竟去了哪里 她苦笑 自为找不到她 而之前 她也曾在五围打听过她 可依旧没有任何线索 叹了口气 她离开这里 接下来 她与依依她们短暂聚了些时间 而后再次离开 重新回到五围 来到五围星空中的一片昏暗疆域 此地 有一条自五围通往六围的路 以她现在的修围 以及对天地维度的理解 是不可能再随意一个地方冲击高维度的 只能沿着固定的路前行 她朝前走 越是往前 空间便是越加昏暗 充斥着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渐渐的 她看到一条星海深渊 无边无垠 毁灭浪潮不停拍打 她撑起神力护盾 开始横渡星海深渊 朝对面而去 一路朝前 终点便是六围 时间流逝 一天 两天 三天 一晃 十天过去 十天时间 她不知自己具体走出了多远 只能感觉到 空气中的压力越来越大 星海浪潮越来越恐怖 恐怖到让如今的她都心惊肉跳 竭尽全力地躲避 一旦被那等星海浪潮触及 强如现在的她 怕是也讨不到好结果 又过去一天时间 终于 她渡过了星海深渊 踏上来一片昏沉沉的疆域 后 她看到了一些尸骸 这些尸骸 或是眉心被贯穿 或是喉咙被贯穿 或是心脏被贯穿 全是一击毙命 这让她微微皱眉 这些尸骸 生前俨然是冲击六围的那些五围顶尖强者 可却被人击杀在了这里 而且全是一击毙命 这是怎么回事 是谁杀了他们 冲击六围的其他人吗 不像 顿了顿 她继续朝前走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滚回去 墓北抬头看去 就见远处 一个浑身笼罩在乌光中的身影看着她 手中持着一杆绽毛 那杆绽毛 散发着非常射人的波动 缭绕着一股逼人的杀法之气 她问道 阁下是 黑影冰冷的看着她 重复之前的话 滚回去 墓北不再与对方说什么 直接朝前走 来到这个地方 她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十分棒薄的气息 这等气息 比武为天地的气息强盛很多很多 她能想得到 那应该是属于六围的气息 走到这里 她已无限接近六围了 黑影眸子一宁 找死 刷 她瞬间出现在墓北跟前 一毛横扫 墓北一拳轰出 全羽毛撞在一起 砰 墓北暴退数十丈 稳住身形 她瞳孔皱缩 握拳的那只手振振发麻 这让她不由动容 这个黑影 好强 而对面 那黑影眸中更是流露出不可置信 看着墓北道 五围的蚂蚁 居然有这般力量 她那一毛虽未展现全力 但 相对于五围生灵而言 却无疑是毁灭性的 可如今 一个自五围踏到这里来的小修士 居然挡住了这一毛没死 连拳头都不曾破碎 这时 墓北看着她道 你是六围的人 黑影冷冽道 我六围不欢迎低维度的爬虫 污染我六围的空气土地 浑浊我六围生灵的血脉 一刻滚回去 这是最后通牒 听着这话 墓北很快明白了一件事 这五围通往六围的道路 似乎是被六围派人堵住了 有六围的强者阻拦五围生灵踏入六围 若拒不返回 便就击杀 之前看到的那些尸体 当就是六围的人所杀 六围的人 应是将五围生灵当作低等族类 不想低等族群进入他们的天地 与他们共享天地万物 更抵触五围生灵 与他们六围的生灵通婚诞生后代 觉得会拉低六围生灵的血脉层次 他叹了口气 道你们太狭隘了 自以为是 当初 先庭大地意识自低围一路而上 举是无敌震骨说今 你六围的基点比那位大地高无数倍 可如今又如何 人家吹口气怕是都能灭了你六围天地 黑影眸子一寒 森然道 先庭大地 不过是运气好些的低维砸碎 靠着运气轰 雷霆轰鸣 轰然乍响 只一瞬间 他头顶上空 一口巨型雷霆漩涡急速形成 各种恐怖的雷行声灵与其中盘旋 毁天灭地的气息扩散四野 黑影巨颤 瞬间流露出惊恐至极的表情 这 这是什么 木北也被吓得狠狠一哆嗦 这王八蛋真是什么人都敢骂啊 搜 他急速飞顿 那口雷霆漩涡太恐怖了 吓死个人 下一瞬间 那口雷霆漩涡中 密密麻麻的雷行声灵豁然压落 诗 顷刻间 黑影烟消云散 连惨叫都没能发出来 与此同时 五围和六围间的天地间隙 开始寸寸湮灭 毁天灭地的雷威席四野 无处可逃 无物不毁 木北浑身寒毛多立了起来 差点吓哭 师父救命 他话刚落 一圈纯白色光芒于他身盘环绕而出 包裹着他和黑麒麟瞬间消失 下一刻 他和黑麒麟出现在一片山河壮丽的空间 这片空间 阳光明媚 空气极好 木北心脏咚咚咚的快速狂跳 他使劲俯了腹胸口 喘了几口粗气 方才是好了一些 黑麒麟抓着他的一束头发 浑身林甲都倒竖了起来 一个劲的哆嗦 瞧你们那没出息的样 白衣女子的声音响起 木北 黑麒麟 木北小声道 师父 刚才那个玩意 说他能毁掉一片大天地 我也信啊 这能不怕吗 刚才那玩意 那是天结吗 太恐怖了啊 他以前的那些天结 与那玩意一比 连小孩子过家家都算不上 白衣女子道 他能毁掉一片天地 却毁不了你 第986章想逃打 木北一经 师父 难道我有某种无敌的潜在力量 能够无视那等毁天灭地的天结 他有些兴奋起来 道 我就知道我不简单 师父 那等力量您能给我解开 不 白衣女子道 我的意思是 有为师在 那等劫雷什么也算不上 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木北尴尬了 顿了顿 他扫尸四周 问道 师父 这里是白衣女子道 六为 好生修炼 说完这话 他便不再说话了 木北扫尸四周 六为 这里便就是六为了 他能够感觉到 六为的大道之力 比五为又要浓上许多 不可同日而语 他握拳猛地朝前一轰 这一拳轰出 带起一股刚进拳风 但空间却是毫无波澜 空间果然也是更加坚固 大道之力比五为更强 六为的空间便果然也更加坚固了 以他如今的权力一拳 竟丝毫也撼动不了六为空间 他再次感受 随后 在空气中捕捉到了除灵器外的另外几种特殊物质 这些物质 他不知道是什么 但能猜到 必是后续修炼所需的能量物质 能量物质 修行意图 大部分境界都需特殊的能量物质辅助 缺少这些能量物质 将寸步难行 顿了顿 他离开这里 先了解一下六为的修行文明 不久后 他走到一条大道上 大道上有着不少人 他走上去 客气地与几个年轻修士搭话 巧妙间接地打听到了一些有用东西 首先 江域方面 六为与五为一样 江域由小到大 分别为星辰 星域和宇宙 他如今所处之地 乃一颗名为子恒星的星辰 其次 便是修为境界了 六为的初始境界为寇命境 其后是命伦境 伦动境 魂台境 山河境 涅伦境 众明境 玄清境 真皱境 每一个大境界又划分为九重小境界 在真皱境之上 是还有其他境界的 真皱境 远非六为顶点 了解完这些后 他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点 那就是 六为的这些修炼境界 与五为是没有丝毫联系的 也与四为的境界没有丝毫联系 简单来说 他就算直接从四为的五道阶段抵达六为 也是可以从六为十点开始修炼的 这让他生起一股奇怪感 上面那些维度的修炼体系 是否也是这般 与六为 五为和四为 都没有大关系 他在心中问道 师父 各个维度的修行文明 他们可是只有强弱之分 相互兼并没有特定相关的联系 白衣女子道 以前是有联系的 后来被各个维度强行拆分 高为天地过滤掉 低为天地的修行之道 便就成为现在这般 各个维度的修炼体系相对独立 木北疑惑 为什么强行过滤低为修行体系 白衣女子道 之前那人为什么拦截你进六为 看不起罢了 木北 他在心中问道 那 现在这个情况 师父 您直接把我丢到十二为去 是不是 我也能从十二为的十点开始修炼 而后抵达十二为顶点 白衣女子道 对 木北沉默 既然这样 师父为何不直接将他丢到十二为去 有原因 这其中必定有深层次的原因 他问道 师父 是不是这样 我若逐步而上 将四为五为 六为到十二为的修行之道 依次走过一遍 会比我只从十二为十点抵达 十二为顶点 综合战力和到基底运都强上很多 他刚说完 白衣女子的笑声便是响起 不愧是为师的弟子 挺聪明嘛 一下子就想到了 他说道 某些人自诩上等 认为过滤低为修行体系是在去糟粕 是精明之举 实则愚昧至极 犯得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连世俗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 那些蠢货就是不懂 木北点了点头 确实啊 犯得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看似简单的话 却蕴含至高的真理 漂亮师父不直接将他丢到十二为去 果然是有深层次道理的 是要他一步步登上十二为 将各个维度的修行之道一一走过 以锻造出无缺底蕴 顿了顿 他嘿嘿道 师父啊 这一步步上去虽能很强 可这中间的资源问题太头疼了啊 大哥 您看 能给弟子支撑下步 就是 您帮弟子弄下中途的修炼资源 这对您来说 不难吧 白衣女子道 修炼资源全给你找来了 那你做什么 木北道 我修炼啊 您看 只要您给弟子足够的修炼资源 弟子很快就能行至十二为巅峰 这多节省时间啊 对不对 时间可是很珍贵的 白衣女子 想逃打 木北连忙道 错了错了 别打别打 这时 白衣女子突然道 不过 作为师父 也确实该给你一点小支持 话落 木北身前光辉凝聚 很快浮出一块精石 白衣女子道 六为元初十 内含元初物质 扣命径修炼必须的物质 木北就一块 白衣女子 不要 木北连忙道 要要要 白衣女子笑道 加油啊小木子 为师看好你 木北露出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 不过 他心里却是很清楚 漂亮师父主要是让他修炼上靠自己 磨炼他的意志 让他自己锤炼自己 如此 方才可情致最强 就如漂亮师父最初时与他说过的话 顶尖强者的路 都是靠自己走出来 修炼资源这等事 若是漂亮师父全给他找来 那么 还有他自己什么事 他离开这里 不久后找到一个隐蔽之地 修炼 冲击扣命镜 扣命镜 这个境界的修炼 即是打开一座孕育体内的命远宝库 命远宝库每开启一分 力量便提升一节 当完全打开时 扣命镜便就大圆满 翁 一剑绝势运转 原初晶石中的原初物质快速被吸纳入体 这等物质配合着他的神念 很开寻到无形的命远宝库 他开始扣门 半想后 不听了伴随一道清响 他体内的命远宝库成功被打开一条裂缝 一股强盛能量顿时冲出来 扩散到他体内的每一个角落 扣命一镜 他按道 轰 雷霆刺耳 响彻苍穹 一口巨大的雷霆漩涡 第一时间凝聚出来 扣命镜天节 第987章 害羞了真可爱 木北起身 换出九柄本源 剑渡节 轰 A停落下 一道连着一道 直到两个时辰后 这场天节终于散去 他在黑麒麟的帮助下 耗费三天时间方才将伤致好 这个时候 他周身弥漫着一股非常赤盛的生命奇迹 仿佛一盏雄雄燃烧的神灯 相比此前强盛了很多倍 其他方面 亦是有了一个很不俗的提升 综合战力大胆 得寻找源初时了 5 去找一个宗门教派加入 加入宗门 加入宗门 就能获得比较可观的修炼资源 这一点是比做散修好很多倍的 只要能加入一个宗门大教 那就尽量加入 他起身离开 不多久 他走出了很远 这时 不远处突然响起一道惊恐的大叫声 一个老乔夫从悬崖跌落而下 他刚准备救人 就见一团光辉突兀出现 将那老乔夫拖起送回崖上 老乔夫跌坐在地 不停喘息 也不知是被跌落悬崖下道 还是被自己莫名飞回悬崖上下道 他左顾右盼没有看到人 连忙跪下来磕了几个响头 而后快速离开了 墓北看向悬崖对面很远处 那个地方 一块赤色石台上 一个青群少女盘坐在那里 少女大概二十岁 身段窑窕 生着一张非常精致的脸蛋 极俏皮和美丽语一体 正是对方救下那老乔夫 这时 少女突然偏头 目光落在他身上 好看吗 墓北 他转身就走 先不提对方这句话说得很突兀 就单纯说这个问题吧 不好回答 他如果说好看 对方一定会来一句流氓 他若说不好看 对方肯定会气愤得到一句混蛋 说不定还会扑过来打他 这个时候 最好的回答就是保持沉默 害羞了 真可爱 少女的娇笑声传过来 目北一个猎且 差点摔一跟头 这句话是个什么鬼 他看过去想说几句 就发现 那少女已经消失在了那里 他扶了扶额头 这可真是个古怪的家伙 他离开这里 右围的山河极其壮丽 空气中的灵气粒子非常浓 很快 他走出很远 这时 高空上有一群修行者 与空而过 相互奸在议论 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大型自然秘境 目北目光围动 而后 他跟在这些修行者身后 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 一座自然秘境 那就意味着一番机缘 肯定是得去探寻一下的 很快 他来到那座自然秘境 其内 四处灵光点点 有山脉横程 很势不凡 他开始探寻起来 不多久 他一连走过十几座山脉 忽而在一株锯木下 发现一颗摇曳的三色草猪 缭绕着一股十分不俗的灵性 俨然是一株很不俗的灵药 比他此前所接触到的那些灵药 看上去都要高级一些 他当即走上去 将这三色灵药拔起来 三悬草 一道惊讶的女生响起 不远处经过一对年轻男女 其中 那个身着绿裙的女子直勾勾 盯着木北手中的三色灵药 他旁边 身着云衣的男子微微一笑 道 师妹可是想要 绿裙女子连连点头 而后道 可是 他应该不会愿意让出来吧 云衣男子自信一笑 道 师妹放心 他会愿意让出来的 说着 他便走到木北跟前 阁下 我乃情香宗门徒 你这三悬草 让与我师妹可好 木北扫了他一眼 收起三色草离开 云衣男子面色一沉 绿裙女子有些气愤的道 什么态度 太过分了 云衣男子刷的一下 拦到木北跟前 冷冽道 小子 不要给脸不要脸 把他教 木北抬手就是一拳 云衣男子连忙一拳迎上 拳与拳撞在一起 哼 云衣男子 蹬蹬蹬后退 这一退 直接退出了三丈多远 木北懒得再理他 朝远处走去 这时 云衣男子面孔变得无比猙獰 木北这姿态太嚣张了 老子宰了你 轰 强横的神能弥漫出来 卷起一股刚风 命轮一静 下一刻 他步子一动 如一头凶兽踏出 瞬间出现在木北跟前 猛的一拳砸向木北投颅 强大全力奔腾 俨然是真想杀死木北 木北换出赤黄剑一斩 剑与拳撞在一起 哼 云衣男子拳头飞出去 赤黄剑则是趋势不减 落向男子脖子 云衣男子顿时惊悚起来 蛀 哼 赤黄剑划过 他脑袋飞起来 卓妍师兄 绿群女子的尖叫声 事实响起 他指着木北 你 你居然敢杀我情相踪的人 你死定了 死定了 木北看向他 抬手就是一剑 一道金色剑气瞬间 落到绿群女子跟前 已是这时 一道光束落下 将他这道剑芒击碎 不远处 三个男子欲空而来 绿群女子一喜 喊道柳金师兄 敏兰师兄 藏丰师兄 三个男子很快来到跟前 玉群女子指着木北 悲怆的道 三位师兄 桌严师兄被他残害了 三人这时自然也看到了桌严的尸体 面色顿时深寒起来 有精盯着木北 我情相踪的人你也敢杀 谁给你的胆子 木北道 抢我灵要想杀我 我杀他很合理 若不想死 滚一边去 说着这话 他忍不住心头感慨 自己还是有些仁慈了啊 总是忍不住把前因后果讲一下 这时柳金残酷的道 抢你灵要又如何 杀你又如何 他走向木北 一股强盛气势弥漫出来 命轮武镜 木北挥剑便是一展 顺杀一剑 只一瞬间 顺杀一剑的剑气抵达柳金跟前 柳金脸色大变 好快的剑气 他连忙一拳砸上去 只是 才刚抬起手 金色剑气便是自他眉心贯穿而过 当场惨死 闽蓝藏锋和那绿群女子各个变色 命轮武镜的柳金居然被一剑秒杀 就一剑 闽蓝审声道 他明明只是扣命一镜 怎可能会有这样的战力 藏锋道 应该是隐藏真实境界了 卑鄙的东西 第988章都长得很好看 隐藏了修为 在闽蓝和藏锋看来 木北就是隐藏了真实修为 否则 怎么可能以扣命一镜的修为 顺杀命轮武镜的柳金 这中间可是差了一个多大境界 修行界所有人很清楚 六维大境界间的战力差距是非常大的 就算那些顶尖级的逆天妖孽 也最多只能跨越一个大境界对抗敌人而不能击杀 木北这跨越一个半大境界秒杀敌人 怎可能做到 不可能的 绝对是隐藏了真实修为 闽蓝盯着木北 道 他的真实修为 应该是在命轮六镜 不比你我高 但他方才祭出的那宗剑技很不简单 剑速几块 未免意外你我便就一起上巴 摘他头颅 藏锋点了点头 两人走向木北 随着他们迈步 强盛神能弥漫出来 皆是命轮七镜 两人的神念与神能合在一起 封锁木北四周每一个角落 同时也警惕木北祭出的顺杀一剑 那剑技极不简单 剑速超级快 玉群女子这时盯着木北 猙獰的道 你死定了 他话刚落 闽南河藏风动了 瞬间踏到木北跟前 一左移右朝木北轰出一拳 全境胖派 木北挥剑 一圈金色剑浪以他为中心卷开 砰砰 闽南河藏风被震退 这时 木北身旁 两道剑相冲起 斩向两人 顷刻极致 两人惊悚 齐齐狂吼 换出各自的宝兵营上去 与剑相撞在一起 吃吃 两道剑相粉碎 已是这时 木北连续斩出两剑 皆是顺杀一剑 这两道顺杀一剑气 只一刹那便抵达两人跟前 两人同时挥动宝兵 将剑气击碎 然而 被击碎的剑气 却是化作密密麻麻的金色小剑刃 如一轮剑雨将两人淹没 啊 啊 两人发出凄厉的惨叫 刹那间被切割成碎片 欲群女子大害 命轮凄净的两个师兄 居然也是转眼就被杀了 这怎么可能 木北收起柳金等人的纳戒 看向欲群女子 欲群女子顿时便惊恐起来 不由自主地蹬蹬蹬朝后退 你 你想干什么 木北提着剑走向他 欲群女子把腿就跑 只是 才刚跑出三不远 便被一股棒国剑威压倒在地 木北走到他跟前 一脚踩在他胸口 咔 骨头崩裂的声音第一时间响起 这一脚直接踩碎他全部肋骨 啊 欲群女子惨叫 口中朝外涌雪 他惊恐起来 不 不要杀我 不要 木北扬起赤黄剑 就在这时 不远处响起一道爆赫 孽障感耳 一个赤袍老者冲来 气势极强 欲群女子面色一喜 长老 他松了口气 重新看向木北 面色凶狠起来 我宗长老来了 你 木北一剑斩下 扑 欲群女子脑袋飞出去 赤袍老者顿时暴怒 畜生 轰 一股赤裂气息 以他为中心汹涌而出 魂抬静 木北掉头就跑 与柳金等人短暂交锋 他虽处在绝对上风 却也感觉到了 六维战力的巨大差距 就算他再厉害 现在也不可能是 魂抬静强者的对手 撑起大自在 神鹿和天地淋浴 也是斗不过的 搜 他速度很快 如人形闪电一般 只是 那赤袍老者的速度 却一点不比他慢 甚至比他快一些 与他的距离 再快速拉近 老狗 别追了 我没骨头 他喊道 赤袍老者浑身杀鸡胖派 速度变得更快 与木北的距离一下 就拉得更近了 木北暗中咒骂 强行提速 就在这时 前方不远处 一个少女经过 正是此前 那个青群少女 青群少女 自然也看到了他 道 真巧啊 小可爱 又见面了 木北差点一口气呛道 神特么小可爱 这时 青群少女抬手轻点 一道光辉蹦出 贴着他脸颊而过 落在他身后的 赤袍老者身上 哼 赤袍老者当场 横飞数十丈 赤袍老者稳住身形 惊怒地看向青群少女 刚想呵斥 青群少女只肩缭绕出 淡淡乌光 一股沉闷气息 轻刻环绕而出 赤袍老者瞳孔皱缩 这气息远超过他了 他森寒地看了眼木北 转身就走 很快消失在远处 木北早已停下 见着这一幕 不由面露惊讶 其实 之前第一次见这青群少女 他就感觉对方不简单 可却没想到会有这么强 一个魂抬镜的老辈强者 居然生生被惊地退走了 顿了顿 他走过去道谢 而后有些好奇地道 为什么帮我 他与对方不是第一次见 但说到底 却也就算擦肩而过的 陌生人罢了 可这个时候 对方却这般帮他 着实让他有些意外 青群少女道 我们是同一类人 木北威仪 同一类人 他古怪地道 这是什么意思 青群少女眨了眨眼 道 都长得很好看 木北 这理由 可以 很充分 这时 青群少女道 我叫古灵儿 你呢 木北道 木北 古灵儿看着他 这么短的时间 便再次相遇 这是缘分 木北 我们做朋友吧 木北一愣 这姑娘有点过分单纯了啊 只是匆匆见过一面救救她 仅仅只是知道 她的名字 就要和她做朋友 这 真单纯 这时 古灵儿道 我很会看人的 你的眼睛很干净 我想和你做朋友 我还没有朋友 木北倒是有些意外 这个少女漂亮得很 实力又很强 按理说 围着她的人应该很多才是 可她却没有朋友 顿了一瞬 她笑道 好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她其实也很会看人 这个少女的眼睛也很干净 是一个善良的人 不用看眼睛 只从对方愿意救下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老乔夫 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 修行界弱肉强食 在很多人眼里 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命贱如蚂蚁 太好了 古灵儿开心起来 像是得到糖果的小孩子 木北轻笑 后 她轻点柳金等人的那届 里面有一些钱币单要和两块元出食 她探道 居然才两块元出食 这都不够她修道扣命二净 古灵儿问道 你很缺元出食吗 第989章 这姑娘真好啊 木北点了点头 哭丧着脸道 缺得很啊 她的修炼是真的很耗资源 古灵儿道 我这里有的 说着 就取出一堆元出食 大约有两千多块 她将这些元出食一起递给木北 木北双眼微亮 这给我 古灵儿点了点头 我已经用不着他们了 木北连忙道谢 而后接过来收起 这些元出食 足够她将修为提升到扣命五净了 古灵儿笑嘻嘻地道 我们是朋友 不谢的 木北也笑 这姑娘可真好啊 这方自然秘境人非常多 各个地方 许多修士在认真探寻 时不时便有打斗生出来 木北与古灵儿一起在这方自然秘境内探寻 这个过程中 她先后又寻到几株很不俗的灵药 比起五为天地的那些灵药 级别可是高了很多很多 她将这几株灵药分出一半给古灵儿 不过古灵儿却是拒绝了 我不缺的 你收起来用 木北笑了笑 道也不矫情 都收了起来 以古灵儿的实力 道也确实不像缺这等东西的 就在这时 一个青山中年突然出现在两人跟前 木北瞳孔微缩 这人出现的简直是毫无征兆 她一点也未察觉 这时 青山中年朝古灵儿微微欠身 道 小姐 该回去了 古灵儿道 我想再与她 青山中年到 那个地方有线索了 古灵儿后面的话顿时止住 她看向木北道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得去办 过些时候再见哈 她走到青山中年旁边 与木北挥了挥手 青山中年深深看了眼木北 下一刻 两人消失在原地 木北看着古灵儿消失的位置 这姑娘的身份 不一般啊 顿了顿 她继续探寻这方自然秘境 一天后 她将这方自然秘境探寻地 差不多了 寻到一个隐蔽位置 变化完古灵儿给她的那些原初时 将修为提升到了扣命武镜 达到这个境界 她的各方面实力又提升了一截 普通轮动静的修士 应该不是我的对手了 以灵耀将当前境界认真淬炼了一番 她起身走出这自然秘境 紫恒星非常广袤 她很快了解到 自己现在居于紫恒星的一周 大约半日之后 她来到一周的一座城池外 一周城 一周第一城 她来这里 想看一看原初时资源是否有大量售卖 若是有 那就自然是很好 她可以直接买 花高价也完全无所谓 毕竟 钱财的问题 她从来不苦恼 有的是赚钱的手段 随便从要点和阵点中抽一张要谱和一套大阵拍卖 她就能赚到一大堆钱财 她朝城内走去 刚走到城门口 一个魁梧守卫将她拦下 入城费 一千悬币 悬币 这是六维天地的通用货币 木北道其他人都没有收入成费 为什么单独收我的 在她之前 已是有很多人经过城门入城 没有一人被收入成费 怎么到她这里 却要收入成费了 魁梧守卫看着她 老子讨厌小白脸 只收你的 不服吗 木北静静地看着她 魁梧守卫逼是她 怎么 有意见 有意见给老子咽道度 木北一脚踹在她腹部 哼 魁梧守卫横飞出去 这一幕看得附近修士奇奇动容 木北居然敢当众对一周成的守卫动手 另外几个守卫则是面色奇奇异冷 看向木北喝道 你大胆 击人手持战矛 直接走向木北 立刻束手就擒 木北看着这几个守卫 他刁难我时 你们当作没有看见 我一动手 你们倒是立刻跳出来了 几个守卫森冷地盯着他 少他妈废话 立刻跪下就擒 否则 别怪 木北换出赤黄剑一盏 大片金色剑气横荡开去 几个守卫不弱 各个是命轮镜修为 连忙持战矛迎上 战矛与剑气撞在一起 砰砰砰 几个守卫同时横飞 各个大口吐血 这时 那奎武守卫越到木北头顶上空 双手持战矛猛地一劈而下 凝声道 给老子死 木北一把握住战矛 奎武守卫面色凶利 连忙回抽战矛 想将战矛自木北手中抽出 却发现战矛纹丝不动 仿佛被神前前住了班 他竭尽全力也抽不出来 他争鸣道 你这 木北挥剑 一道剑气轻刻落在对方握毛的双手上 扑 扑 魁武守卫两条手臂被斩下 啊 魁武守卫惨叫 狼狈横飞 他还没稳住身形 木北再次挥剑 一道金色剑气瞬间落在他脖子上 扑 魁武守卫脑袋飞起来 附近众人脸色惊变 一周城可是一周第一城 是大力强 木北居然敢在这里 直接杀一周城的守卫 这是赤裸裸挑衅一周城的威严啊 敢自怎这般大 哎 这同时 有人注意到了木北的修为 只是扣命武镜 而那魁武守卫 对方可是命伦武镜 两者间可是隔了足足一个大境界 战力差距应该是非常巨大的才对 可木北却居然瞬间斩掉了对方 这是什么战力 就算是那些顶尖级的天才 要做到这一步也是难如登天啊 难道 他隐藏了真实修为 有人道 这么一说 许多人顿时都点头 应该就是这样了 否则 那简直太过恐怖了 这时 另外几个守卫各个暴怒 面孔全部变得猙獰起来 盯着木北吼道 你好大的狗胆 其中一个守卫毒辣道 弄死他 这话刚落 一道金色剑气便是抵达跟前 扑吃一声贯穿他心脏 啊 这个守卫惨叫 倒在地上口鼻涌血 而下一刻 又一道金色剑气展示 将他脑袋割下 剩下的三个守卫惊悚的同时愤怒至极 连杀我一周成两人 你罪该万死 不 你想好好死都不能了 木北抬手便是一剑 一剑出 成片金色剑气席卷而至 瞬间将三人笼罩 这时 一杆长枪自远处击射而来 将成片的剑色剑气击碎 而后 长枪如龙 直逼木北眉心 顷刻极致 第九百九十章太夸张了吧 木北一剑击刺 这一次 剑尖与枪尖撞在一起 当刺耳金属声响起 星星电光蹦践出来 木北持剑一斗 战枪道飞出去 被一个自城内踏出的 甲昼中年握在手中 甲昼中年眸光如刀 灵力风锐 三个侍卫连忙抱拳 喊中年道 左卫大人 三人快速将这里的侍道出 中年左卫看向木北 无论如何 杀我一周成守卫 此罪 你是自裁 还是本未帮你 一股杀伐气息自他体内冲出 令附近修饰不由自主地后退 这等杀伐气息着实有些射人 木北看着他 一丘之河 三个守卫顿时面孔一凝 左边守卫独辣道 竟敢以这等词形容 我等和左卫大人 可恨的东西 左卫大人 请不要让他死得轻松 镇压下他 让我们好生折磨一番 另外两个守卫附和 对 他们各个面孔凶狠 中年左卫点了点头 手中战枪一抖 瞬间出现在木北跟前 一枪横扫在木北脑袋上 然而 战枪却是穿透了过去 中年左卫眸自微凝 残影 这时木北真身出现在了 那三个守卫跟前 三人顿时脸色一变 你 木北挥剑 扑 其中一人脑袋飞起来 另外两人惊恐大叫 连滚带爬的后退 左卫大人 救命啊 救我们 木北一剑斜劈 这一劈 一片金色剑气瞬间将两人淹没 扑 扑 两人同时被腰斩 啊 啊 凄厉的惨叫声从两人口中传出 挣扎了片刻便没了动静 见着这一幕 左卫瞬间暴怒 混账东西 轰 是猎神能自他体内汹涌而出 如山红绝滴一般 轮动三境 他瞬间出现在木北跟前 手中战枪如龙出巢 直刺木北眉心 木北挥剑迎上 下一刻 剑与枪撞在一起 步相上下 木北左手一拳轰出 这一拳轰出 全力澎湃 左卫挥全迎上 两拳撞在一起 轰 一声闷响 左卫暴退 这时 木北挥剑一斩 顺杀一剑 左卫瞬间变色 一道金色剑气 似穿梭空间而来 轻刻抵达跟前 他强行稳住身形 猛的一枪横扫 与这道金色剑气 撞在一起 吃 金色剑气粉碎 然而 粉碎的金色剑气 却是突然化作 密密麻麻的金色小剑刃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 前便将他淹没 啊 他发出惨叫 刹那间便被 密密麻麻的金色小剑刃 切割成碎片 周围众人聚颤 一周成的一个未观 宁伦三境的修为 居然片刻间 就被墓碑斩杀 这战力 太夸张了吧 有人惊悚 墓碑收起几人的纳戒 就在这时 一股强横神能 自城中快速而来 魂台级波动 且 不是普通的魂台级 他转身就走 一晃便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一个战袍中年 出现在城外 浑身散发着 一股非常霸道的气息 魂台八境 战袍中年 看着城外的尸体 眸子冰冷至极 询问附近修士 谁干的 迎着对方 射人的眼神和气势 这些修行者 不敢隐瞒 一一到来 这时 一群甲州武士 踏出城池 来到战袍中年跟前 战袍中年 将墓北的容貌 形容了一番 冰冷到 发布全域通缉令 是 这群甲州武士离开 此时 墓北已经离开很远 一天后 他来到另一座城池 雄离城 一周第二城 他进入城内 来到一座京石阁 询问其中一个 柜台的女士 你们这里总共有 多少元初时售卖 女士客气的道 大概有一万多块 一块售价一千玄币 公子您要多少 墓北道 一万多块 总共就才这么点 一万多块 只能满足他修炼到 扣命六镜 女士道 公子 这算不少了 在元初时的储备方面 我们元金阁 一直是雄离城第一的 其他金石阁的 元初时都没我们多呢 听着这话 墓北便是知道了 看来 六维各个修行阶段的 能量金石都不多 而这为数不多的资源 大部分应该还是 握在那些大足大教授中 她对女士道 麻烦将这一万多块 元初时帮我打包起来 我稍后就来买 她转身离开 才刚到六维 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没法一次性 买下一万多块 元初金石 她得心去赚点钱 而赚钱这点 对她来说丝毫也不难 毕竟 这城中也是有单会的 选一副单方去卖 转顺就能得到一大笔钱 这一万多块元初时 虽然远远不能满足 她修炼到扣命静大圆满 但却终究还是有用的 能买下来自然得买下来 就在这时 元金阁的阁门突然被关上 一个大富翩翩的老者 带着几个武士走过来 律师恭敬地喊道 阁主 他有些疑惑 正直白昼 为何突然关门 阁里可是有着不少客人的 阁里 那些客人也是皱眉 其中一人问道 赵阁主 你这是做什么 赵阁主抱拳 致欠道 有点小事处理 请诸魏海涵 很快就结束 说着这话 他目光落在墓北身上 看着墓北 他嘴角微微勾起 道 年轻人 感谢你来我阁 为我阁创造一笔额外收入 他手中持着一张通缉令 墓北一眼便看清上面的画像 正是他 而发布这通缉令的 事宜周成 他笑了笑 这是他第几次被通缉来着 既不清了 赵阁主这时吩咐几个武士 拿下巴 记住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抓活的赏钱高一些 几个武士点了点头 为首的武士长道 随我一起上 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他 轰 轮动四镜的神能 第一时间弥漫出来 下一刻 他一晃出现在墓北跟前 抬手间凝聚一张 神光大手印覆盖向墓北 与此同时 另外六个武士一起出手 闪至墓北周围 同时换出宝兵攻击 顿时 赤圣能量封锁住 墓北周盼的每一个角落 墓北换出赤黄剑 一剑横斩 这一展 一圈金色剑浪 以他为中心席卷开去 与七人寄出的攻击撞在一起 轰 一声爆鸣 七人蹬蹬蹬后退 这时 墓北剑狱一展 将所有人笼罩 顺杀一剑于同时寄出 七连斩 几乎是他展出的下一瞬间 扑扑扑扑扑扑 六个稍弱的武士 头颅瞬间飞起 武士长勉强击碎顺杀剑气 然而 被击碎的顺杀剑气 却化作密密麻麻的金色小剑刃 如剑与风暴搬朝他淹没而至 好